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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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葫芦山庄庄主王国林的特殊请求 为的是一道传统家饶 因为那是他童年里一抹归之恶去的记忆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妈妈说 这 到鸡窝里头求五个鸡蛋 去到那块求鸡蛋 跑回来了 交给他了 同时呢 还得上河里 让有的人给打的鱼拿回来 才能做出这道菜 这道菜应该说是在农村 哪些铁窄才能吃 不经常吃 但是现在就被调进了 我们就把它原汁原味的 搬到了现在的餐饮饭桌上来 令王国林南望的这道传统佳肴 叫蛋豆腐烧圣水糊鱼 蛋豆腐是将鸡蛋搅匀 倒入豆浆 封上保鲜膜 蒸制十五分钟 这样口感滑嫩的蛋豆腐就形成了 接下来去除鲤鱼的土腥味是关键 下面呢 我从这个鱼头的两公分处 开一条小口 再从鱼尾的四公分以上 开一条小口 我们来取一下这鲤鱼吧 有一条这个土腺 也就是去腥的地方 蛋豆腐烧圣水糊鱼的作物啊 是将去除了腥腺的鲤鱼 抛进内脏 去骨蹄肉 留鱼头鱼尾待用 蒸好的蛋豆腐切块 加上少许淀粉 鱼肉改刀成厚片 用盐料酒蛋液味好 将鱼头鱼尾炸好做装饰 炸蛋豆腐和鱼片 最后锅内放入少许底油烧热 将干辣椒段炸后 放入葱花香菜 把底料炸香之后 再加入炸好的蛋豆腐鱼片和鱼骨汤 这套菜的秘密就是主要还在鱼片上 鱼片因为我们划的过程中 它就只要八分熟 里面根本就没透 而且特点在于咱们这个蛋豆和鱼肉结合上 它的鲜度在于咱们这个鱼骨汤上 而且在这个需要熬制两分钟左右 即把这个鱼片完全地成熟 而且保证它的鲜度 此时是他们共舞的时光 彼此静润 无声无语 静静地接受着来自彼此不同的味道 蛋豆腐烧圣水狐语的食材 除了老鹿制作的传统豆浆 原是生菜的牛德基鸡蛋 还有圣水湖内的鲤鱼 在葫芦山庄 所有特色美食的食材 都是自产 自给自足 另一特色便是在品尝传统美味的同时 住乡村小院看湖畔美景 感受关东风情的质朴纯真 何庆奎先生是葫芦山庄的常客 不厌其烦地在圣水湖舞捕捞 也是为了见识童年时的乐趣 我今天是第一次看你撒网打鱼 第一次吃到刚打出来河里的新鲜鱼 你看我爷是打鱼的 我爸是打鱼 一半都鱼 必须就会打鱼 从小就会 每天都打鱼 你可以每天都吃啊 第一天早上起早吃的 昨天晚上吃剩的鱼 那不用溜 就叫鱼酱 在那儿葫芦吃完了又去打鱼 就非常怀疑那种日子 但唯独改不了的 还是每一顿都想吃鱼 特别想妈妈给做那个鱼 捕捞既是乐趣 也是生产力 剩下是捕捞海蛇的旺季 过去海蛇 很紧得天独厚 哎呀 这不小 这大呀 他精英剔头肩 捕捉着最初的技艺 滑脆爽的特性 无可争议地成为了 辽菜中的一朵奇异之画 不得贵的掌门人张松 是为此做过贡献的人 十几年来每年几十次的民间寻常 张松和他的伙伴们 还是一样乐此不疲 一次次偶然间的发现 成就了一道道神奇的美味 海蛇断肉呢 虽然是海边长大的人呢 可能吃到最多的 还是防过的海蛇 献海蛇 而且用炖的方式 其实是出乎我的意料 激发了我这个浓厚的好奇心 也到船上 看见在船上做的道菜 我了解到这个海蛇断肉呢 是这个二二日沟的海边呢 几代人传承的一个 传统的家常菜 我就下天决心呢 要把这道菜让更多的人 必须品尝到它 满载着辽和流域文化的 博物馆里的餐厅福德会 是张松的潜心之作 在他成立之初 就以弘扬辽和地域 饮食文化为出发点 围绕辽和流域 和鲜 海鲜 几山珍等食材 遵循追求每一道菜的 本土气质 追向每一道菜的形成因缘 不断开发具有 地域特色的菜品和菜系 同时挖掘辽和流域 游牧 渔猎 农耕等民族文化 打造农产品 鱼产品 生活品为元素的 博物馆氛围 让食客们真切地感受到 身心共赴一场文化之旅 此时海鲜与肉的亲密接触 在这里得到了深化 这道菜呢 经过我们改良 给水烫一下 然后马上用冰水 加冰 加水 那个冷却 第一个它是曲性 第二口感 第二个特点是 盐放少了 油也放了 这是地盐少油 制作的时候呢 必须用大火翻炒 能保证它的口感 海鲜香而滑嫩 肉香而不腻 是珍贵的海中美味 食用期仅有45天 海鲜的营养极为丰富 富含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 钙点 以及多种维生素 海鲜还是一味致病营养药 我国医学认为 海鲜有氢热解毒 化碳软烟 降压消毒之功效 所以一直是中国食用体系中 常见的一味